都市爱情伦理大剧《说好的幸福》 10月25日举行了首次媒体探班活动 这部剧集了叶祖星、蒋梦杰、朱家裕等当红年轻偶像和人气同心 再加上王林、新美娟、许少雄等资深演员的加盟 因此该剧自开机后就一直备受关注 《坦白》当天拍摄的是一场豪门婚礼的重头戏 蒋梦杰一席白色婚纱惊艳登场 跟他一起接受采访的叶祖星却在哀叹 《恋人结婚呢?新郎不是我》这一纠结剧情 采访中跟蒋梦杰私交不错的叶祖星一直把对方称作蒋老师 于是媒体也另辟蹊径盘闻起了他跟另一位蒋老师讲新的感情话题 你好像听说来特别伴 不是不是不是是 刚好他有来上海工作 然后我们有一起吃饭了 你喜欢重口味的女孩子还是小青春的女孩子吗 我喜欢说实话我喜欢大气一点 蒋老师高端大气上档次吗 面对媒体的逼问叶祖星显然是难以招架 但始终不愿松口承认蒋星的女友身份 而对于未来的婚姻计划 叶祖星更是希望可以顺其自然 幸福是说不好的 今天的计划赶不上明天的变化 所以说过好现在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王林因在情深深雨萌萌中出演雪仪而被观众熟知 而此次在说好的幸福中 王林再度饰演一个厉害婆婆 着实也让大家很是期待 此外郭敬明电影《小时代》第一第二部 虽然口碑两极化 但是票房却一路飘红 而关于第三部的动向更是备受瞩目 此前王林就曾透露过第三部将于年底开拍 那现在究竟进展如何呢 我这件事情给导演批评了 导演把我批评了一下 所以我现在我就不能说拍还是不拍了 就请大家期待吧 期待看看到底会不会拍《小时代》三 这件事我绝不再说出去了 像您这样的身份郭导还敢骂您 批评您 没有 就是说那个 我们还没决定呢 怎么就说出去了 好 这一说我们不拍都不行了 没有 开玩笑 现在可能还是在最后的决定当中拍还是不拍吧 还没最后确定